星期天的晚上家里面还有一些吃不完的剩菜剩饭嘛 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应该就会被丢到厨余桶里 也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一年的厨余量呢 可以装满40亿个便当 而全球像这样被浪费的食物 其实能够养活20亿的非洲鸡鸣 浪费无所不在 特别是台湾人最喜欢的吃到饱餐厅 让每个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浪费食物的帮凶 记者彭希依 周聪玉的调查报告 到了吃到饱餐厅 你是不是也曾像这样 一直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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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拿了这么多 真的吃得完吗 客人前脚刚走 桌上却留下一整只完整螃蟹 吃了一半的披萨 只咬一口的寿司 上一秒还是佳肴 下一秒却没有人要 统统变厨余 这边有半桶 今天早上11点到现在7点45分 吃得掉 往往都会煮太多 然后就吃不完造成浪费 这个其实都不再花些还蛮多的 尽管餐厅贴出珍惜食材的标语 但又有几个消费者能够做到 根据联合国农粮组织统计 每年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食物 将近13亿顿 直接被扔进垃圾桶 这些食物属于养活20亿人口的非洲难民 食物浪费比你我想像的还要严重 像那种一大桶的厨余 以前都是要好几桶的 大份量让客人取用 但客人吃的 有时候吃一两口他就不要 五星级饭店buffet也面临同样难题 现在食材走向精致化 把浪费降到最低 油鸡 油鸡要薄 你来各处的那种餐点 我们下去制作几份的备料 所以这些都是要经验法则来看 精准掌握备货量 从厨房就能避免食材浪费 但回到家里 可就没有大厨帮我们精算食材 那买两桶好不好 两桶好像有点太多 不会 都这样不会外酿 好啦 应该可以放 算你便宜一点 就像甜蜜的诱惑 家庭主妇买菜常常忍不住 买太多 就是很难掌握 就算煮了这么久 可是每次都还是会舍 以前都会想说 没关系 反正隔天再吃 但有时候隔天每人吃 其实一天拖一天之后 还是会丟掉 自己煮菜 先去无存经 那吃不完怎么办 冰箱似乎成了 延续食材寿命的 零食庇护所 只是一朵就是好酒 好酒 你看这馒头 你看里面还一袋 只有最近又买了一袋新的 不然就把冰箱当成白宝箱 就是放进去 米粒都没怕一直放一直放 过年轻冰箱才发现 还有这个 但是已经坏掉了 根据国内研究显示 台湾美人每年丢掉的 储余量高达96公斤 约成人女性体重的两倍 全台家户一年丢弃 180万公斤厨余 换算下来可以再做成 自食的便当 却很少人觉得心疼 台湾没有任何针对 就是总量的这样的礼法 其实有人想推 但是其实都会被阻挠 因为依照重量来磕睡这件事情 如果是餐厅业则 我一定会非常的反贪 台湾的盛食问题 没有法源可管 餐厅卖场丢掉多少厨余 也不必申报 如何避免食物浪费 得从你我自决开始 学着吃完食物 别再丢掉它